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支持的是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廖锦涛 就是自作自受 逃出了信任由你才打个勾 情爱里变得王子菲薄 原来沉默才不适得彼此都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今天这个毕竟是一个比赛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电子产物 你想我们今天是一个 全程直播的一个音乐的节目 所有人都不能修音的 它都是做完出现的 那做完出现势必于 那就是一个不太公正的事情 我单纯从比赛这件事情来说 那我怎么可以 像我已经淘汰的张一豪 和李延欣交代 作为赫兹的新推官 我会选择让他晋级 首先第一 我觉得赫兹他应该算是一种文化 我觉得他应该是音乐市场上面 需要的一种文化 也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那选秀是什么 选秀 历年来的选秀 一直在说的主要两个原因就是 如果你热爱唱歌 你喜欢唱歌 你会唱歌 然后并且你还有梦想 就可以来参加选秀 赫兹 我觉得他完完全全是会唱歌的 因为大家已经听到了 确确实实是用耳朵 已经听到了赫兹在唱歌 那梦想 我现在就来问赫兹 赫兹我问你 你有没有梦想 我想让更多的人 听到来自我们世界的音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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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幂会免费出演你下一个MV的主角 老轩 我帮你伴舞 好诱人 我跟你创作 舞台首秀 我可以不跳吗 我记得在上一场 看完了所有赛道的比赛的时候 长斌问我你觉得其他赛道怎么样 我跟他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 但因为我这个人说话比较不着调 我跟他说 我觉得大家都很好 我就不如把我们赛道的名额都让出去好了 然后 我虽然嘴上是这样说 但因为你们每一个都是我从海选 一路看过来我挑选的选手 我在比赛之前一直在跟长斌说 选歌了吗 选的怎么样 你选什么类型的歌 好好练歌 但你今天的比赛已经进步了 嗯 谢谢你来过 属于你的舞台 这个夏天很美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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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